吳釗燮這些人 都是蔡英文時候留下來的 那因為賴清德剛接嘛 權力不穩嘛 他要聽美國的嘛 他跟美國保證 他是延續蔡的這個政策 可是一年之後呢 他掌握了這些 這個所謂的權力運作方式 他掌握了他自己的節奏 吳釗燮這些人他可以換掉 部分的國安人士 我不知道誰放話了 叫國安人士 開始去搶工 不能把國家安全 當成是個人權力的表忠 現在被俄羅斯這樣打臉 你連話都不敢講 那如果今天未來是 牽涉到跟大陸之間 甚至有一些更大的衝突 你們能夠處理嗎 他同一時間他就是 吵人家的假裝 但是我們似乎又沒有 我們又不能夠 對俄羅斯怎麼樣 我們沒有能力對抗他 那所有賴清德所有的作為 只是會要引起外媒關注 你看這個 俄羅斯的發言人用狗肺 用這個諧音來 侮辱我們總統 而且說我們的總統是邊緣人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但是我們的總統府 我們的外交部都不敢出來回應 對 這就是一個小國的悲哀 謝龍介講得很好啊 那你怎麼不停買他的天然氣 作為制裁呢 不敢啊 所以這就是賴清德 你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都沒有想過會對這個 所謂跟大國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產生影響嘛 所以這就開始 我們要去檢討一下 賴清德講這個話 當然固然有他個人的意識形態 以及他的 我剛剛講的 他的一個準備要去清 這個洗敵人心的這樣一個鋪排啊 只是說他不敢 他不慎的去得罪了 這個俄羅斯這個大國 但是比較可疑的是 所謂的國安人士放話 國安人士跟 陸委會馬上就呼應賴清德總統嘛 這裡陸委會的臉書 然後國安人士跟一些 這個綠色的側翼 歡天喜地 不斷的去說 賴清德這句話講得多好啊 打中了中國的要害啊 然後這個引發了國際關注啊 事實上是變成笑話嘛 但是可疑的是說 這些國安人士 像這樣的放話 協助這個賴清德做這些事情 他們的用意是什麼 那當然有一種可能是賴清德指示 這個 因為外交部畢竟是代表 國家的門面嘛 他不適合出來批評俄羅斯 他可能都是動用 透過國安會透過外交部 去動員這個側翼 來開始形塑他這樣講 很有道理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當然也是 這個下面的人在看喔 組織都發話了 所以他們要開始搶攻 不斷的去動員側翼 不斷的去動員 這些綠色的媒體 來做宣揚 這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之前就跟你說過 我判斷喔 我判斷這個賴清德的國安團隊 所以除了林非凡之外 一年後他就會慢慢換掉 除了林非凡會留著 林非凡是他的人啊 其他人會換掉 吳釗希這些人啊 都是蔡英文時後留下來的 那因為賴清德剛接嘛 權力不穩嘛 他要聽美國的嘛 他在美國保證 他是延續蔡的這個政策嘛 可是一年之後呢 他掌握了這些 這個所謂的權力運作方式 他掌握了他自己的節奏 吳釗希這些人他可以換掉啊 所以可能這個跡象 在民進黨內有傳出來 所以部分的國安人士 我不知道誰放話了 叫國安人士喔 開始去搶攻 要表忠 然後利用各種版面 表現給賴總統看說 你一講的話 我們立刻再開始去操作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很悲哀的 因為國家的 國家安全是不能夠這樣處理的 不能把國家的安全 當成是個人權力的表忠 跟這種 所謂的為了像組織示好的 這樣的一個運用 但是我很明顯看到 有這樣的軌跡在 所以我是要提醒 最近不斷的對媒體放話的國安人士 你們也要適可而止 不要為了像賴清德總統表忠 致台灣的安全利益於不顧 你看你現在被俄羅斯這樣打臉 你連話都不敢講 那如果今天未來是牽制到跟大陸之間 甚至有一些更大的衝突 你們能夠處理嗎 你國家安全能夠透過放話方式來解決嗎 我覺得這就是賴清德講 愛魂條約這個事情衍生的一個危機 讓我看到了我們的國家安全的危機 而且這個國安人士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就說對二爹的一塊都不敢要 就是感覺現在很悲哀的 就是說對中國大陸這邊 我們反正就賴清德啦 就是綠的這邊 隨便怎麼嗆 就嗆得越大聲越好 但是明明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是沒有回應的 回應的是俄羅斯 你要嗆應該要先去嗆俄羅斯 像俄羅斯在嗆賴清德是狗在廢 所以結果國安團團隊還是在 這個嗆中國大陸說 啊你現在二爹的一塊都不敢要 所以其實他回歸起來 還是這個賴清德的一種 政治上的目的啦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旭仁兄因為您在馬總統身邊待過 那像賴清德現在 他旁邊的這種所謂國安人士 以前馬總統的時代 有可能就是說一個政策 然後旁邊你們旁邊的這些人 去外面這樣放話嗎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第一個馬總統本來他的風格 就不是對外放話這種風格 不像民進黨團隊他們是以放話見場 第二個國家安全更是重中之重 像我在總統府副秘書長任內的時候 我每個禮拜都參與了這個 國安會辦的重要的兩岸跟國際的會議嘛 我們在裡面討論多少重要的這個 兩岸跟外交的重要事情 我們都不能對外放話 可是你從我剛剛講的這個 艾文條約這件事情 你看這國安人士開始就 包含從這邊開始到這個所謂的 剛剛那個新疆旅遊的事情 難自於兩岸交流的事情 他們都不斷地用國安人士對外放話 去攪動了這些這個兩岸的台海的情勢 那我在我這個有過 這個在政府歷練的經驗的人 我來看我就覺得很 第一感到很著急 第二個也感到很危險 因為國家安全如果被當成 媒體操作這樣做 它的效果可能短暫的會讓這個 這個所謂的組織看到 就是你這些國安人士可能想說 等明年吳釗燮等人被換掉之後 我就有機會上去了 那這是一個表態效忠的機會 可是它放話結果會造成了多少 國家安全的漏洞跟疑慮 例如就是最簡單的 被俄羅斯一個發言人 只是發言人打臉 我們的總統府跟外交部連 連話連坑都不敢坑 那這樣的一個羞辱 連帶造成的結果是 那我們跟俄羅斯是不是 關係就有點緊張 當然因為你俄烏戰爭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因為跟著美國走 所以我們對俄羅斯就有相關的一些表態 可是在實質的經貿上跟天然氣交易上 我們又因為又有關於我們的國家安全 所以我們也不敢動 所以就造成我們的這種 國家安全的整體上來講 我們出現一種進退尾骨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再加上國外人士對外放話 就是讓情勢更加複雜 所以我以過來的人經驗來看說 我是呼籲賴清德總統本人要出來去制止 他的國安團隊有這樣一些放話搶工的這樣的情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